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是农民与天地年年上演的豪赌 在这边种菜的人都 好胜性都比较强 虽然还是要再战 宜兰的母亲之河 蓝阳溪 在这样的赌局中得到什么 失去什么 阳光洒落 波光灵灵 是光线与流水之间最迷人的闪耀 四月的蓝阳溪 溪床里大面积反射光芒的不是溪水 而是整齐划衣的黑色塑胶布 农民心情地弯着腰拿起溪里的石头 耐心地将长长的西瓜藤一株一株压好 一株苗只留一颗西瓜 这里的沙地种出来的西瓜口感好 瓜农每年都会来这里拼搏 江班长在这里种西瓜已经三十多年了 他的前辈前任班长刘汉春则是在这里打拼了四十多年 其实在提防兴建之前 蓝阳溪水是漫流的 也因此冲击出肥沃的蓝阳平原 远在日治时期就有人在溪床上种植 这一本是日记时代留下来的 那时候叫大佐水溪的治理规划 那这边这张图你们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红线就当初规划的提防的位置 这个是在昭和四年的时候规划 六年就开始执行了 那其实在这个红线还没有画以前 这个地方到处都已经有人种植了 那时种植大多在下游地区 直到种西瓜的技术传过来 才渐渐往中上游发展 以前这边基就种的比较小 因为它有树里种在沙地 比如说这边如果有一块沙地的话 龙女就把它画起来 种花生或者这些杂粮 后来就说大概也是从屏中引进的 就是说整个核产这个树族里面 就可以种出西瓜 所以就变成种西瓜 现在的蓝阳西床已经成为西瓜与高丽菜的天下 从玉兰松螺牛豆一直到英寺到家园桥这一段 那这一段的话大部分都是在种西瓜 那从家园桥到嘉兰桥到聚光桥 这地方有种西瓜有种高丽菜的 那种聚光桥以上到可法桥那个部分里面 大部分都是种高丽菜比较多一点 在西里耕种必须向河川局申请许可 所以我们依照水利法78条就是说 你如果有种植的话你要经过许可 那么根据这个78条 我们再延伸出河川管理办法里面 你要去申请种植的话 有哪些规定 包括不能够有高精作物 全台湾的大河都有在溪流里耕种的情况 南洋溪有一点与其他河流不同 也因而有了更严格的管制 深沟这里 这个古代就叫做深沟 这个地点就叫深沟 那这边从这个地图上可以看到 它就是河水走过的地方 所以它湖流水非常旺盛 所以那时候堤坊做完以后 那边就流下来做水源地了 那边水源地非常旺盛 它的水有两个来源 一个就是南洋溪的湖流水 一个就是雪山山脉的 下来的那个地下水 宜蘭县它没有水库 所以它的饮用水 全部来自于南洋溪的这个水源 我们自己环保局 去做了一些大肠杆菌的检测 那只要是有人为的活动 比如说使用深沟粪 然后种植行为 它的大肠杆菌就会非常的大 而且吓人 我们在吾鲁毒以上的 当初为了让这个深沟粪减少 所以就希望把它公告为甲类水体 所以在100年10月25号 我们就把它公告为甲类水体 那公告了以后就是禁止使用深沟粪 禁止使用那个鱼堵的农药 4月 南洋溪床已经都是整好地的田 农民搭着小铁牛 依序撒着肥料 这就是过磷酸盖 跟这个有机肥 捏肉 现在的时候 就是完全都是有机的 所以说也不能用生机粪 蓝洋溪禁用生机粪 五年多了 瓜田与菜田 不再出现苍蝇满天飞的奇景 也少了刺鼻的臭味 生机粪改变有机粪 改善环境这点是可以 容易是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说不用鱼堵的农药 这个政策就是在灭农 鱼堵农药指的是会造成 鱼类死亡的药剂 不适合使用在河川地 种植西瓜与高丽菜 却大多是使用这种药剂 来防治病虫害 因为在农牧用地 不会跟鱼类接触 所以大部分在农牧用地上面 都能使用 可是如果一旦在河川地的话 那以目前的部分里面 要使用非鱼堵农药的 去做西瓜高丽菜 那有但是很少 不能用鱼堵农药 是为了保护西里的鱼 但西床变田地 鱼虾能躲的空间 也跟着少了很多 究竟耕种对南洋溪的水族 影响有多大 可惜目前没有调查报告 可以确定的是 耕种已经改变了南洋溪的容颜 为了取得较大的耕种面积 保留给水的河道 伊河川局的规定 只在河流中心100公尺处 于是枯水旗的南洋溪 只剩窄细的样貌 因为他们必须要去做整地 那去做整地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把构挖深 那构挖深河道就会往下挖深 那所以它整个的河道里面 它就必须 也会本来是一个很平缓的河道 它把它刷深了以后 那个整个的水流就是集中水流 那当然流速也加快 因为它的河道被改变了 所以它的生态也被改变了 沿着南洋溪 台七线是最重要的公路 也是只要大雨一来 就容易崩塌的公路 南洋溪南侧有许多支流 带来大量沙土堆积 造成西床南高北低的地势 台七线位在较低的北侧 它如果降雨量大的话 河川它的冲击力一定大 它的冲击力大 它接待着它的攻击面也好 它的所有带来的 自灾的状况来讲 绝对会比你种植的大很多 种植上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我们这样子看 原则上 其实它并没有很大的一个 太大的一个影响性 但种植行为限缩吸水 原本的空间 会不会因此增加了 台七线的压力呢 本来在四五百公尺的河川断面 结果它把它限缩在 只有十公尺 二十公尺的河川里面 那你想 然后再往两边的时候 那个水流是非常吓人 有一些那个水 它就往两边排 那如果一旦好雨来的时候 它的流向它不会是指指点 那一定有弯来弯去的 那就是水流的攻击面 那个地方它就造成整个道路的路迹 机脚的重刷 那造成机脚重刷以后 它就会造成崩塌 造成道路的损坏 负责维护台七线的 独立山公务段 每年平均要花上两到三亿 做道路修复 在下游的河段 而川局则是花了不少钱 做扬城的抑制 因为种植整地将原本西床的植物 都移除了 在农民收成之后 广大的西床就成了裸露地 原来它上面是有一些 草本或是有一些小灌木 可是如果你把它整地了以后 你是种植蔬菜 原来的小灌木 原来的草本植物不见的时候 那当然它对于这个沙的固土能力 就没有办法固沙 所以一旦整个东北季风来的时候 那当然造成的阳城就会非常大 阳城引起民怨 而川局因而将牛豆大桥 到南洋大桥之间 规划为富裕区 不再开放耕种申请 颗粒你们看 很细 这边颗粒很细 这边的颗粒很细 所以这边容易产生阳城 叫做阳城浩花区 这一代 这一代在苏拉台风之前 都是种植区 我们许可的种植区 有种番茄的 也有种那个甘薯 或者西瓜这一代 那么苏拉台风以后 我们就把它进行复役了 这里就没有再许可种植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 有茅草 这边都是象草 这一代看到在小树底下一整片 一直到那边全部都是象草 那时候是先复役象草 但象草是外来种植物 后来改种原生的田根子草 这一片全部都是复役的田根子草 那么田根子草复役以后 它会从这个地方开花 从这个地方开花 开花以后它就会飞散 飞散以后整个河床就开始复役了 田根子草它长高以后 第一个效果就是地表已经有绿覆盖 我们这个叫做绿覆盖 绿覆盖以后它阳城就压制了 原本在这一区种植的农民转移到其他河段 所以中上游的耕种面积扩大了 而河川局开放耕种的总面积始终在1000公顷上下 虽然河川地种植有禁用生机肺域 鱼毒农药的高标准 但南洋溪上游的广大积水区并没有 大同乡的南山村是有名的高丽菜产地 原住民保留地的菜田可以使用生机肺 成为南洋溪水质管理的一大缺口 一群南山村的农民成立南山合作社 想从自身做起改善现况 一方面是我们现在国内发生很多的重大食安问题 那第二个我们这个环境已经冠行农业施行 大概三四四年之久 那环境可能会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可能会被破坏逮尽 那我们刚好合作社跟农阳署或者是县政府 都有推广这个所谓的宜兰县严选 所以我们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农友们 就发起这个所谓的无毒的蔬菜 高万年的田不是河川地 他却愿意使用生机份四倍价钱的有机肥 也尝试减少农药用量 希望作物与环境都能更好 农药大概少了三成 但是产量也少了三成 所以我们的收益比就是好像不成正比 那这个地方是跟农友们在商量 怎么要突破这个部分 2016年整个南山村只有七分地这样做 第一年的尝试让他有了一些把握 今年邀集了五六位农友 面积扩大到十多公顷 一方面也有上我们的土地 也不会污染我们的水源 慢慢改进 先几个人参加 然后慢慢影响其他的人 以后也会慢慢的加入 这样的话环境就会改变 大家都好 河川地加上原住民保留地 南山村的耕种面积有五百多公顷 这几位农友的决心 在这个大部分操作惯形的地方 展开了一场小小革命 为蓝阳溪带来了些许围光 枯水旗的蓝阳溪 少了蝉蝉水生 少了真容多变的溪谷原貌 只剩规格统一的田地 努力生长的作物 年轻背后是每年平均高达六亿元的农业产值 以及难以估计的环境成本 我们必须要花很多钱去治理 有灾害福建工 有公路局 有河川局 有农业单位 还有水 整个我们的公务单位 那你想一想 还有我们要去每年清除 那个漂 整个的一个垃圾 漂流木 这一些废弃物 那个花的成本 我想都不是几亿元 去算的这个成本 还是要去思考说 怎么样去减少 那个种植腥味 我觉得那个是应该要去走的一个方向 环保局希望减少耕种面积 农民希望继续耕种下去 我不知道说 为什么种西瓜也有罪 其实我们遗嘱很说法 农民是你应该鼓励 主要是活法你应该鼓励 对不对 如果有一天都没有人在做这个行业的话 你要出东西 我看你到外国去建口 所以我们希望它环保单位 如果你真的要进 你就从法规上面 我们当然是会遵守法规 河川水利地里面 到底是以河防安全 跟我们的水质安全为考量 还是以种植为考量 所以可能都要去好好地再思考一下 有人说南洋溪是最道地的一条母亲河 宜然人脚下的土地是它冲击出来的 宜然人喝的水也是它带来的 这里的种植虽然有着上百年的传统 但种植区域一路从下游往上拓展 也从小面积的开垦进展为机械化的大面积 一切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农民的生计 大河的尊严 环境的原貌 需要一个新的平衡点